我就下個星期一我就跟老闆講了 我說我現在走到工作了 我去上班去了 他說那你上班我們也沒辦法 老闆還是挺喜歡我的 去了以後我才發現 那個公司連上我是四個人 這是一個很巧的公司連上我四個人 兩個老闆 一個就是那個小女孩是一個技術員 後面他知道是一個技術員 他們的公司做什麼呢 就是開始就申請了一筆政府的資助 是二十幾萬二十五萬塊錢的資助 然後他們就幹起來了 這兩個老闆以前是公司師 工資也比較高的 然後他們兩個就辭職了 辭職再來幹這個事情 那麼二十五萬塊錢好像這個錢還不少 還是一筆錢 誰知道一花一花 花了十幾萬以後 這個項目沒有任何進展 然後這個銀行方面也因為打開 他們就著急了 說這得找個人來咱們弄一下 要不然咱們就得再回去 幹我們工程師的事情去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就招了我 當時我是為這個企業還是立了工的 我就當時很認真 很認真 我就老在想這個問題 這個工作不是丟了 我好不容易找不到工作 我要把我這個工作 所以白天晚上都在鑽研這個事情 我就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們在那裏面 什麼呢 你比如我們給這個大石油公司處理一塊地 一般的項目是500到2000萬加幣的這種項目 一般都是這種大項目 我們這個方法是全新的方法 世界上沒有的當時 現在以前的都是用物理化學來處理 那麼你這種沒有被實踐上證明的方法 人家大的石油公司 人家大的企業是不會輕易用你的東西的 所以老師這個技術擠不進去 我就跟老辦講 我說怎麼不搞一個可行性研究 我們不要他2000萬 我們要他10萬塊錢 然後呢 我們給他做一個可行性的實驗 模擬一下 我們這個方法是不是能解決他的問題 因為我們這個方法 如果能解決他的問題的話 他們這個費用大概是四分之一 也就是他本來要花2000萬 他說五百萬就完全可以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這個方法 那個老闆說 那不錯 我們試試 我就給他寫了這個模式化的可行性報告 他就寄給了這個二十幾個單位 誰知道他們反應都很好 說10萬塊錢 我這個大公司我不care 我給你吧 讓你去折騰吧 然後我們就把實驗室就建起來了 他說做 人家做得很不錯 結果非常好 我們還給他模擬了 就是在實際上你要多少時間來處理你的問題 你的cost大概是多少 這些石油公司都很感興趣 包括各大石油公司 然後水利電力局這些 後面他給我們這個叫做Pilot Scale 這個項目大概是幾百萬 我們做又做成功了 所以我在那裡那幾年呢 這個公司發展非常快 也是加拿大十家企業現在 是五十家管理最好的企業 每年營業額和人員都是達過的 在我離開這個公司的時候 這個公司已經是三百 就是摩特利爾這個部分已經三百多人了 然後在英國美國法國都一份公司 所以一直搞得很不錯 公司也得了很多 那個得獎是無數 然後我也得了很多獎 因為我開始我進去的時候是研究員 然後慢慢就升上去了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麼離開這個公司以後呢 當然在這個公司期間啊 我在拉巴爾大學當了四年的兼職教授 做事教維生務啊 然後帶一些學生啊這些 後面又是一個偶然的機會 這應該是我第一次當老闆吧 因為以前我是為人家打工 那麼有一個機會呢就是 有一個比較大的公司 他們想在摩特利爾建一個 生物製藥的一個公司 這個公司就叫做Nim Biomedical 這個公司呢做的是什麼呢 國內二類藥 國內二類藥就是說 在國外已經有的藥 他們把它在國外開發出來 那麼他們就想找一個華人 能夠懂得中文的 然後呢 他們在國外 一個公司呢 那就是 那個人